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就因为身有先皇亲赐的婚约 无法求许 如今婚言两半 新竹找了几个大臣力鉴吗 让他以为王妻守红之名 来合阳博和虚名 再回朝廷 他可就不是潘大爷了 倒是 而是潘驸马了 不爱不能断啊 这不就等着飞黄腾打了吗 回去就是赴马爷了 他娶我杀我 只是为了了解先皇赐婚 成地扫清清云之路 是洒脱还是软弱 是是侮辱了新闻 是仓皇的不忍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几关红烈 哪怕欲算 却不忘此生 若是从不见离人若山水皆空门 一朝不一心山 我找你 并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婚约 而是因为我想找到你 照顾你 保护你 也不决断 不管是十年前 还是十年后 你都是我今生 唯一想要去年 再回朝廷 他就不是潘大爷了 而是潘驸马了 小姐 芷儿 小姐 芷儿 你怎么了 芷儿 芷儿 你怎么了 我走错路了 告诉哥哥 您何事难过 是因为岳哥哥在和阳上任 你才着急带我回去的 我指你大病出狱 担心你受刺激 芝儿 芝儿 你跟我回京吧 我哪儿都不去 只想在这里 芝儿 我指你对潘月用情之深 可有些事情勉强不来 你又何必重蹈覆辙呢 可是我的人生已经被他毁了 我指你对潘月